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人大常委会通过修改《基本法》附件1和2 我完全支持人大常委会的决定 人大常委会通过修改《基本法》附件1和2 以完善本港的选举制度 包括将立法会议席由70席加至90席 当中40个议席由选举委员会成员选举产生 令选委会除了有权选出行政长官之外 在议会中也有重要的比重 全国征协副主席梁振英表明 支持赋予选举委员会更大权力 为什么呢? 让他知道选举委员会不是新事物 我们过去一直都是靠选举委员会 来选举行政长官的当选人 说明选举委员会在香港政治体制设计当中 权力相当大 现在赋予选40名立法会议员 我认为这个做法是完全符合当初《基本法》 授予选举委员会的权力 至于选举委员会一直以来 我都是着重讲它的广泛代表性 在现有四个界别以上再加一个第五个界别 令到他的代表性更广泛 梁振英反驳有意见质疑 日后立法会90个议席里面 选委会占40席 功能组别有30席 直选议席只占20席 是民主倒退的说法 我知道这个432决定出来之后 有部分的反映就是说 是不是选举委员会选40% 我们分区直选选20% 那是不是民主倒退 其实不是 因为民主最重要是说代表性 代表性越广泛越好 分区直选那20个位 它代表的就是地区 但是那40个立法会议席 是选举委员会选出的 它代表的是全香港各个界别 对问题的看法和利益 人大常委会又决定 选举委员会设立总召集人 和召集人制度 具体有什么要求呢 梁振英又是不是愿意承担相关工作呢 总召集人和召集人的工作 我相信下去在今天 人大常委会有了决定之后 都需要在香港方面 我估计会是本地立法办 要将它具体化 我都是看中央的调配 我现在不知道召集人和总召集人的 基本要求是什么 但是工作上我自己可以做的话 愿意为国家为香港效力 至于要成立资格审查委员会 审核各级选举参选人的参选资格 梁振英对资格审查委员会的组成 又有什么看法呢 我想首先没有身份冲突 还有是持平的人 正如我们过去都有资格审查的 这个资格审查就是交给选举主任去做 现在全香港的选举 由这个资格审查委员会 来到做资格审查 令到资格审查的标准更加一致 确实爱国者治港 落实了 先前所强调的就是要爱国者治港 现在就在制度上完善化它 经过这个完善之后 我相信那些反中联港的人 想试图进入选委会或者立法会 我相信可以太大避免了这种情况出现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感谢观看